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列丝癌的治疗方法有以下几大类 手术切除 放射性治疗 荷尔蒙治疗和化疗 医生会根据病人的年纪 身体状况 肿瘤的严重程度 来决定用什么方法去治疗病人是最理想的 有时候我们甚至可能建议病人不需要任何治疗 我们知道前列丝癌的生长速度是比较慢 所以某些情况之下 我们会建议病人不一定需要做根治性的治疗 例如他的年纪比较大 或者很早期的肿瘤 或者我们评估过 如果他的身体状况 做手术比不做手术的风险更大 病发症更多的时候 我们未必一定建议病人接受治疗 不过虽然是这样 他们都需要定期复诊 以及定期验读的PSA 前列腺的完全切除術 是针对早期的前列腺癌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根治方案 我们要根治前列腺癌 将前列腺完全切除 包括附近的精浪 精索 和输精管 我们会将膀胱之后 接合到尿道 我们传统的方法最常见 有开放式 微创 和机械鼻 这三种方法 都是我们现在很常用的前列腺的完全切除方法 开放式的全前列腺切除手术 开放式的全前列腺切除手术 是一个传统而有效的方法 医生会在病人的下腹 开一个六次拍转长的伤口 将前列腺完全切除 然后缝合尿道 新式的方法 例如微创手术 或者机械被辅助的微创手术 都可以做到同样的效果 而且因为小一点的伤口 病人可能会在一个早一点的情况之下康复 以上三种方法 都是有效根治前列腺癌的方法 建议和主診医生谈清楚哪种方法最适合你 不 tę命 Luke 小点燈